不到20小时 南投台十四甲线再度摊坊 而且摊坊的还是同一个地点 在18.7公里处的翠峰路段 由于台十四甲线是通往 亲近武林等重要景点的道路 加上现在阵营来暑假旺季 不少游客被迫更改行程 非常的无奈 公务段预估在下午2点 可以抢通完毕 在此之前翠峰 渊峰 还有松雪楼两端都会进行管制 也请游客多加留意 公务段人员才喊声 巨大落石突然滑落 不止巨大落石 还有树木土石占据车道 交通严重受阻 所有司机请注意 大陆后避 回转回转 人员指挥交通请驾驶赶紧回转 他放出位于南投仁爱乡台 十四甲线18.7公里处的翠峰路段 透过空拍照明显看到土石滑落了一整块 而且这已经是24小时之内第二次摊坊 周日才摊坊一次导致 从花莲来的车阵从武岭回堵到石门山约一公里 没想到才通车又因为夜晚一场雨再度摊坊 我们有看新闻说已经通了不是吗 没有麻烦那我要再找行程 想上何欢山落实了我们可能会责返回轻近 香港过来三个都是吗 对啊 了解了 雨期充满无奈 因为台十四甲线是通往轻近 武岭等重要道路又称为何欢山公路 没想到却在暑假旅游忘记前几天就有落实摊坊 而且三号情况还比二号严重 公路段提醒由于近期仍有山区雨势 最好随时关注交通路况 免得卡载车阵少的兴致 继续曾路成南投报道